天下有三险,智者必绕之,作者乐宇 古人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人来讲,似乎有一点傻,但却是真正的聪明 老子的大智若愚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当年的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在他的著作《淮南子》中做过精辟的解释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 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 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 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他,结果却是补义他 有时候是补义他,结果却是损减他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以前楚庄王在和庸之间的弊地战胜了晋国 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 孙叔敖慈谢不接受 后来当孙叔敖患拥居快要死时 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 一定要推辞被我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杀石之地 在楚京之间有个叫寝丘的地方 那儿土地平均,所以地名也难听 当地的京人和阅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 所以没人喜欢那里 不久,孙叔敖去世了 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 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祈求之地 按楚国的法规,工程的封路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路 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他,结果却是补益他 那么什么叫补益他,结果却是损减他 从前进立功南伐楚国 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 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 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 于是立功在嘉陵会和诸侯 弃横至交,迎奢无度,残害百姓 国内无辅佐归贱的大臣 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 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 在惠和诸侯的第二年 立功出游宠臣,降历时的领地时 被鸾叔、钟秦燕劫持,囚禁起来 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 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 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 每战必胜,每功必克 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 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 但敬立功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王 这就是我们说的,补义他,结果却是损减他 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请求之地 因为请求之地贫瘠 所以能代代相传 敬立功在嘉陵会和诸侯 以想称霸天下 结果死在江丽市的领地 摘录整理自淮南子之人间训 刘安的认识是接近大道的 有文字记载说 刘安因篡权失败而自杀 也有说他成仙了 而我们看到他的淮南子著作时就明白了 刘安怎么会谋权篡位呢 成仙的说法反而是更可靠的说法 有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